换个焦点 我国增加一宗M痘 也就是俗称猴痘的确诊病例 这是今年第一宗 患者感染的是第二分之变异毒株 不是引发最新一波疫情的 EB变异毒株 患者有发烧 喉咙痛和皮疹等等的症状 可是在症状出现的前21天 都没有出国旅行室 患者已经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卫生部证实 我国今年出现58宗M痘疑似病例 其中一宗确诊 这也是我国今年第一宗确诊病例 这意味着从去年开始 我国已经出现了第十宗确诊病例 患者是一名本地男子 和之前九宗个案一样 他感染的是第二分之毒株 不是肆虐非洲 导致世界卫生组织 颁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EB毒株 比起EB毒株 第二分之毒株的传染性和严重性比较低 卫生部文告指出 男子9月11号开始出现发烧 喉咙痛和咳嗽症状 隔天就开始出现皮疹 并在昨天确诊感染M痘 必须关注的是 患者在症状出现前21天都没有出国 目前已经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卫生部也会追踪密切接触者 并留意他们的健康情况 虽然M痘疫情在我国依然受控 不过卫生部还是敦促各方 要做好防范措施 高危群体如果出现发烧 淋巴肿胀 红疹或是水泡 就要立刻到医疗机构诊断求医 如果发现有人出现类似症状 也尽量避免直接接触 包括不要进行性行为 最重要的还是要顾好卫生 使用肥皂消毒液勤洗手 卫生部指出M痘的潜伏期是5到21天 在症状出现前也是有传染风险的 卫生部已经在8月16号 启动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 密切关注M痘疫情发展 并协调防范与应对措施 如果您可以将会发生 病毒的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受伤感觉 愿者站在转发生 温暴力的辞职 连工夫 阻力 转发生 能否编达 1次 1次 3次 3次 5次 5次